拿波利是一個很有味道的城市,不單說它的風土人情,它的古蹟很有韻味,更是說這個城市真是好好味! 今次是我們第一次來到這個被譽為披薩之鄉的南伊美食重鎮,所以今集我們還未正式介紹拿波利這個給我好大驚喜的城市之前,我們吃了再說! 吃完,我們下集再詳細講解一下拿波利的歷史,來講解一下為什麼這裡可以那麼吸引,更加要講一下為什麼這裡的形容度那麼可怕! 身房你不知,拿波利除了披薩出名之外,這裡的治安都很出名,是出名那麼差! 所以拿波利是否真的那麼危險?而除了吃披薩之外,還有什麼景點值得去? 講下去了,交通有沒有需要注意的地方,還有住宿的推介等等的內容,我們下條片再一次詳細說,這條片我們主力集中一點,只是說吃! 好了,事不宜遲,現在就來跟大家一起吃在拿波利! 講到拿波利的Pizza,這裡有好幾間名堂響當當的百年老店,當中最傳奇的相信就是發明了Margaretta Pizza, 並且間接令Pizza,還有一個地區性的窮人食物,變成全世界都認識的共同語言! 這一切就源於這間餐廳的廚師,在百多年前在無心插柳之下,泡掘出來的創意料理! 我想連他都細想不到自己竟然做出一個名遂清史的Pizza出來! 這間機緣口盒之下成為Pizza勝地的名店,就是我錄了今次來到拿波利,是無論如何都要盡力吃到一次的Pizzaria Brandy! 不過,出乎意料的是,這裡竟然不用排隊! 其實這間店是一點都不在眼,它是唯一條橫街窄巷裡,看來的店面是極度普通的! 如果你不是做功課才來的話,就這樣逛街經過,你一定不會覺得有多必食! 我們來的日是星期四的下午2點多,這裡不用等位,進來就直接坐下! 現在一路看看餐廳的環境,一路我就輕輕說一下這間店有多幸運! 話說那時是1889年的事,當時意大利國王奧比圖一輩子就南下訪問拿波利,是意大利統一之後的第二任國王,需要到處訪問一下拉攏人心! 他和皇后來到拿波利之後,忽然間說,食驗了宮廷菜,想外出吃平民食物! 你這麼激興,手下都準備不及,唯有立即到外出找平民問問一下,就是 以為你們平時吃什麼?去哪裡吃的? 於是,在陰叉陽菜之下,他們倆就預加光臨了這間當時很有名氣的小店 就叫廚師拿幾款最忍手熱賣的薄餅招呼客人 吃完之後,皇后最喜歡其中一款,她就問廚師說,這個很棒!怎麼做的? 廚師說,我在餅皮上,就用茄醬來做底,再鋪些莫沙拉茄子在上面,和幾片Bezo 我是用了我們國旗的顏色,紅綠白三款食材,做來獻給我們尊敬的國王和皇后 哇,這些真是Marketing的最高境界! 說話又得看,聽那個又夠壽樂,還立即幫Pizza提升到國民美食的級數 她幫這款只有三款食材的簡單Pizza,用皇后的名字來命名 這就是Margaretta Pizza的起源故事 我不知道這個故事的可信性有多高 如果廚師真是聰明,那麼會打蛇材棍上的話 這件事真是抵她紅的 但事實就是,國王和皇后過來吃Pizza 在當時來說,是有很重大的意義 因為Pizza,說得直白一點,其實是窮人的食物,是街頭的風味 Pizza,其實可以算是拿波利人的兩送飯 餅底就是飯,片頭的配料就是菜 其實就沒什麼嚴格的食譜可言 你喜歡的話,可以加蘑菇,加芝士,加煙肉,加雞,魚,加什麼都行 本地人可以一日三餐吃Pizza,都沒問題,當飯吃而已 而湖Batto作為意大利國王,堂堂一國之專 他來到拿波利竟然不是住在宮殿裡吃什麼法國大餐 而是走出街找當地的兩送飯來吃 這件事對於當時的群眾來說 比起見到肥胖在這裡吃蛋撻,是震撼十倍百倍 所以這款拉近了階級距離的美食 之後令到每一個人都很想湧過來拿波利吃Pizza 或者學會怎樣做Pizza 再之後還有往後的八年Pizza演化歷史 其實最後的契機都是源於這碟Margarita的誕生 Brandy 的廚房是半開放式的結構 他還很歡迎食客過影子怎樣做 那麼這個Pizza 是否去到人一世物一世 怎樣都要吃一次的程度呢? 我覺得不是的 它是好吃,也都明顯比普通街邊當的好吃 但跟它一樣好吃的其實都不是難找 所以這裡只是歷史地位比較傳奇 而味道並不是難以取代 不過我又這樣說 它這麼好吃都不用排隊 而價錢又不是貴過別人 如果你經歷附近的話 我覺得挺值得過來試試看 好,現在來看看這個最正統的拿波利Pizza 一個幾乎可以算是教科書式那麼準確的示範 其實是怎樣的樣子 你會見到一塊Pizza是外酥內濕的 餅底薄得來是柔軟的 而越靠近中心位置就越薄 薄到根本承折不住餡 薄到要捲起來才不會掉出來的 而餅底你會見到很清晰的痕跡 而材料就是你見到很簡單 但並不代表你可以輕易複製到這份味道 因為意大利的食材那種好吃的程度 是真的要吃過才知道的 分別就像日本生果 例如晴王蹄子、明月蘋果、靜光蜜瓜、佐渴蜜金等等 這些水果和工業量產的水果的味道差別 真是要吃過鮮明究竟餐得有多遠 之後因為Pizza成為了蜂魔全球的美食 絕大多數人就是隨便做一塊麵團 放些料上去焗 這樣又叫自己做拿波利Pizza 搞到對食好講原則的意大利人覺得 這樣真的不太行,太侮辱了整件事 所以成立了一個叫做正統拿波利Pizza協會的東西 簡稱AVPN 還在2005年向歐盟拿了一個地方特色傳統認證 正式將拿波利Pizza規範化 要成為一個正宗的拿波利Pizza 是有極多條件需要滿足 我就不詳細說了,大家可以慢慢看 我列出來當中的幾條只是最主要的幾條需要滿足 另外還有很多我還未說 讓你見到他們,不單對食材原產地有嚴格的要求 還連對麵團的整法、對烤製的設備 還有所需的溫度、時間、焗出來Pizza的中心厚度 以及連批邊的厚度都有規限 雖然你別以為意大利人看起來好像沒所謂 他們對飲食傳統的尊重 以及想盡辦法去守護傳統那份毅力 其實與日本人是不相伯仲的 那餐我們除了有吃Margarita之外 另外還叫做一份炸Pizza 這個並不是什麼新派的創意料理 而是一款很傳統的拿波利街頭小食 簡單點想,你可以當它是把一個鋪好材料的Pizza 對摺,然後炸脆它 之所以有這種演化 是因為小販當年在街頭擺攤的時候 你沒理由可以找到一個磚爐燒茶來烤Pizza 最多就是在車上有個鑊 所以就有了這款對摺的炸Pizza 這款街頭智慧的結晶 這款炸Pizza吃起來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吃一件加大馬的鹹水角 質感很像,外層是香脆的 而內層是油韌、香脆的 包著裡面的餡料,還有很多Ricorder Cheese 還有肉,還有茄醬 所以它是香口得來,簡簡單單 兼著又好吃的一個Pizza便體 我逛家見到有人吃這款炸Pizza 它還會淋一些朱古力醬在上面 變成一個甜食的Pizza 這件事真是頗難以想像的 這頓飯就吃完了,來看看這張單 它是收2歐一位的人頭幣 所以一共收了4歐 水有2歐,可樂2.5 Margarita7元,炸Pizza9元 Groom Baba5元,整頓飯總數29.5 是一間有200多年歷史的 傳奇Pizza名店的食餐飯 計算是更便宜 在香港吃九五答八的冰室 原本我們就抹下了另一間 都是名堂響當當的Pizza名店 想嘗嘗比較兩隻有什麼分別 就是眼前見到的這間 Latica Pizzaria Damegale 是一間好出名的百年老店 你看它門口有多虛陷都知道 它有多猛料 完全沒猜到Brandy不用等位 但來到這邊更多人過朝聖 而且這裡跟Brandy不同的是 它是位於遊客區旁邊 走兩步我都 但眼前這間Damegale 它的位置不是遊客區 是沒有景點 換言之 這麼多人站在這裡 全部都是專程來吃它 這間Pizza店本身已經很出名 之後再因為Eat Pray Love 這套電影 而去到世界文明的程度 那套劇情其實是挺狗血的 但看朱利亞諾特斯在這裡吃東西 整件事真是好正 那套你當是Food Porn 看也行 知名度它是有的 但現場完全可以用一片混亂來形容 有小部分人是堅持想說堂食 但我問過一些排隊的人 根本沒有人預計排隊要排多久才等到有位 大部分人都是決定外賣拿走 但每次一去到要認領一個新鮮出落的Pizza 都很混亂 安排差到不得了 你怎會猜到 職員竟然是用意大利話來點號 假設每一個人都聽得明白 重要的態度是差到不得了 而等了這麼久 終於拿到Pizza在手裡的人 其實大部分都會趁熱吃 所以他們就這樣蹲在街邊就開餐了 因為那時是拖著老婆在一起 沒有要吃得那麼辛苦 所以最後我選了在她邪對面的餐廳那裡吃 不用等位而職員又多熱情 一邊吃一邊看著 越夜越虛陷、越夜越混亂的人龍 都慶幸自己 幸好沒有站在那裡等一份 好了 那來看看拿波利這個Pizza之鄉 的一間普通食物 不是名店的Pizza 是甚麼價錢和水準 除了Margarita和Marinara 這兩個食材配搭比較簡單的款式 是分別6.5歐和7歐之外 其他Pizza都配合在大約9歐左右 提外說 還記不記得剛提及那個正統拿波利Pizza協會 它制定了一堆標準來規限 如何才為正宗的拿波利Pizza 其實受這個協會官方認可的 一共只有兩款Pizza 分別就是Margarita和Marinara 換言之 所有其他款式的Pizza 在官方眼中都是不正宗 是根據傳統食譜 再加一些新東西做出來的創作 所以這個協會其實是有些爭議性的 眼前的這個就是Marinara 她被稱為水手Pizza 其實這個名字挺有誤導性的 因為上面完全沒有任何和海鮮有關的食材 其實她比Margarita更純粹 她只剩下茄醬 她連芝士都沒有加 是用蒜片來代替 也沒有加Besos 而加一些Oregano 再加一點橄欖油 就完成了 正因為她沒有加芝士 所以整件事容易保存一點 當時的水手 就會將烤好的Marinara 帶出海 肚餓吃點肚餓吃點 所以才被稱為水手Pizza 換言之不是因為加了海鮮 而是因為她做得簡單 所以方便保存 吃她 基本上就是在吃蕃茄和橄欖油的香味 但你不會覺得寡的 因為意大利的蕃茄真的很好很好吃 我另外還點了一個不正宗的Pizza 這個Visuviana 其實她和Margarita的成份是很相似的 加了水牛芝士 加了Besos 而蕃茄 是用了Visuvius 地區出產的黃色蕃茄 另外再加一點黑椒和橄欖油 在今時今日 可能你會覺得蕃茄和Pizza 是一個鐵膽一樣 是必然存在的組合 但其實你知不知道 蕃茄對於歐洲來說 是一個外來物種 直到地理大發現的年代 來到16世紀之後 蕃茄先從美洲被人帶來歐洲 而最初的人 是不知怎樣用它來煮食 所以蕃茄來到歐洲的 頭過百多二百年 都不是很主流很熱門的食材 直到來到18世紀末期 納波利的窮人 因為貪蕃茄 沒有人吃 賣得便宜 所以試試 不如加進兩頓飯 即是加進Pizza 誰知天良優道地方 好吃呀 就創出了 拿波利Pizza的原始版本 所以這切是源於巧合 可以這樣說 Pizza的起源地 究竟是否拿波利 就好視乎你如何定義 何謂Pizza 因為將料放在麵糰上 拿去焗的做法 其實是有幾千年歷史 很多文明都有這種飲食文化 但將Pizza發揚光大 變成一種風潮的 的確是似於拿波利 之後這種飲食文化 再跟著意大利移民 傳播到美國 並且衍生出美式口味 工業化大量生產的快餐Pizza 例如現在在Pizza Heart 吃到的那些 今生飯又吃完了 很簡單的一餐 最後來看單 材料簡單點的 Marinara 6.5 歐 我選黃色番茄 Visufiana 10 歐 一瓶水 2.5 兩位人頭費 一共3 歐 整張單總數22 歐 但始終我們放棄了沒有吃的 才是被譽為全意大利其中一間最好吃的Pizza 究竟它是否名符其實呢? 這個就要看看有沒有吃過的觀眾 在留言分享一下 在拿波利素街 基本上 凡是看到門口多人吃 多人排隊的那些 全部都是Pizza店 是賣各種形態 各種topping 配搭各種Size的Pizza 沒辦法 Pizza之香這個稱號 不是開玩笑的 另一個好處是 東西的價錢 全部都不貴 這些源於平民美食的文化 最後都是守得住 大件夾底吃的這個底線 就算你不吃Pizza 我們來試試炸意粉 今天選了這一款 炸的Cachillo at Bebe 有看之前吃在羅馬那集的朋友 應該還記得這一款配搭很簡單 味道很純粹的地道羅馬蜂味意粉 Cachillo 即是芝士 Bepic 即是Pepa 它一道只放了羊奶芝士 和黑椒的意粉 你想像到 它是多重口味的一件事 而手上的這一團 就是拿完它出去炸的效果 你真是不要看Size 以為它沒什麼料到 咬給你看看你就明白了 裡面是實得得 是塞滿了芝士和通心粉 所以它不單是飽逃 還很膩 如果你來拿波利素街 我建議你就不要選這類小食 因為吃完它 你不用吃其他食物了 那拿波利有沒有一些 它不是行經濟實惠 不是行飽逃逃食路線的 而是行一些打卡方格 是吃一些貴格不飽 但很漂亮的食物呢 其實都有的 例如眼前這間叫Gambrinas Cafe 它坐落在一個熱門遊客區的街口 它對面就是以前的拿波利皇宮 所以地段真的沒得輸 而且這間店很有歷史 創立於1860年的Gambrinas 是拿波利歷史最悠久的咖啡店 當時有很多文豪、藝術家 要找個位置爹杯咖啡交流下我 就是來這裡了 餐廳都很聰明 吃著個小 將店鋪越整越漂亮 整得就像威尼斯那間花神咖啡廳 那麼漂亮 所以這裡基本上 不少遊客在他們眼中 是來拿波利必度的打卡景點之一 因為這個位置實在的位置 很方便便腳 而裝修布箭又看起來很古典華麗 兼且它又是一間貨真價實 有百多年歷史的咖啡 又的確是有很多名人都來過 所以在這裡叫杯咖啡 拍張照片 接著打兩句無病新人的caption 立即整個人好像很有內涵 雖然你也猜到 在這裡吃東西不會便宜 而食物質素相信 都不是人關心的重點 最重要就是杯碟要夠漂亮 甜品要組得夠好看 這樣便足夠了 最後我們還吃了一個傳統甜品 Rumbaba 慢著 Rumbaba不是法國的東西來的嗎 為何會成為拿波利的傳統甜品呢 因為拿波利其實曾經被法國殖民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滲入了不少法國的文化當中 Rumbaba就是其中一個吃得到的文化影響 其實不單止很多餐廳的甜品 會有Rumbaba的供應 就算你平時就這樣逛街 都會見到很多 有些是這樣的形式 一個小瓶裝著十幾件Baba 有些是會再連同其他材料 砌到整杯Buffet這樣吃法 有時甚至你走進一間Gerato店 會見到有Rumbaba 是可以砌在一起 即Gerato連同Rumbaba 混在一起吃到可以 其實就是我一般的這裡 這麼重口味的甜品 主要是入鄉隨俗試試就算了 今集食在拿波利就說到這裡了 先來給大家看了 伊大利南部最大城市的美食之旅 下集可以說回這個 其實很多人都有興趣想來的 但因為怕到這裡給人那種 治安不好的負面形象 而搞到不敢來的城市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樣子 所以下集會多點和大家出去走一條街 來看看拿波利的市容是甚麼環境 來看看他們的地鐵是怎樣的樣子 還會看他們的酒店住宿是怎樣的陪圖 當然不少得都會說一些歷史和值得去的景點 不想做好的朋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長線收看 好啦那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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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